字型颜色更改 所以这地方 就是先做一个select动作 然后再做一个selection 给它一个color color就是白色的 它的背景色是红色的 我们利用这样的方式来执行看看 判断它能够被漆整除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直接来跑一下 建议是直接按F8 慢慢让它往下跑 基本上 或者你可以设一个中断点在这边 因为它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停下来 那你可以先在这个地方设个中断点 然后再执行一下 OK 那它跑到这一个 当这个i等于3 第三列的第13个 就是这个位置的时候 它已经跑进来 那第一个它会先select OK select就是会把油标放在这个位置 然后selection它的颜色 这个字型的颜色 给它是RGB 这个地方白色 所以它会先变白色之后的话 底色再变成红色的 OK 那这样的话就往下 那这地方 其他部分呢 我就让它全部跑完 执行完毕呢 各位就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全部呢 只要能够被漆整除了 就会被mark起来 被这个选举起来 不过呢 这边当然有一些例外 你会发现 因为我们公式里面 这边当然还有零 如果是零的话 它也会被做选取的动作 所以这边的话呢 当然你要避开了 所以这边的话公式 当然你判断的条件呢 如果呢 这当然有两个 一个是不等于零 还有能够被零整除 所以呢 这边的话呢 你这边条件 当然如果你要避开零的话 当然你可以在这边加一个 第一个条件 而且and第二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是怎么样 那这个里面储存格里面的词呢 不等于零 那不等于零的话 就是and 你就给它储存格 里面的词呢 不等于 不等于就是这样子 不等于零 如果不等于零的话呢 这是第二个条件 能够被漆整除 而且它不是零的话 才去做mark动作 OK 如果我建议各位 在做练习的时候呢 要先做一个什么呢 复制一个储存 复制一个工作表 不然的话 等于你到时候 加上去效果之后 你要再做练习 就会出问题了 因为已经反白 那同样的方法 那你可以再去试一下 其他你要做一些 比如说7啦 或者是9啦 等等的倍数 可以做一些不一样的mark 显示出不一样的这一个 你要标注的讯息 OK 画面呢 再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